日本男排联赛JT Founders在奇观网上正式宣布中国球员琉璃冰家吗? 也就是说,这位之前和朱婷一样流量欧洲的中国男排未来领军人物,从欧洲回到了亚洲,从法国转战日本。 需要注意的是,JT主场在广岛,是日本V联赛传统强队,曾在14-15赛季夺得冠军,上赛季排名第三,考虑到日本男排联赛的整体实力,刘丽斌此发的加盟,可以说将获得更多的机会。 广网上对刘丽斌的介绍是,年轻的刘丽斌是中国男排未来的希望和领军人物,1995年2月出生的刘丽斌身高198厘米,辞职主攻,15岁才完全从零开始接触排球。 和江川一样,他也开始承担起中国男排复兴的重任,而代表国经过的是青萨第三名的好成绩,证明刘丽斌的潜力的确非常出众。 因此,在刘丽斌成名之后,他和中国女排的朱婷一样,几乎是同一时间选择了刘洋。 2017年10月,作为男排现役国首富欧第一人,刘丽斌加蒙图尔宽俱乐部,挣扎法国奖A联赛,在法国,刘丽斌的竞争压力还是很大的。 不过他依然帮助托尔宽俱乐部,历史上,获得第一个男排法国的冠军,考虑到自己目前的发展,刘丽斌选择了日半联赛,或许不是唯一一个好的选择,毕竟他在欧洲打球,可不像是朱婷那样不可或缺,值得关注的是,刘丽斌在之前是锦赛的表现不算出色。 中国男排全版,出局,刘丽斌自然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,不过江川,刘丽斌等代表,的中国男排还在路上,只要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联赛,我们依然能够对中国男排的未来保持乐观。